他年少时堪称神言 被称作木有侠气 是世人公认的四大美男之首 徐志摩当年见了他一面 在《西湖日记》里写道 书永介绍了汪精卫 1918年在南京传里 曾经见过他一面 他真是个美男子 可爱 世之说他若是女人 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 他是男子 他也爱他 不但表达了自己的亲目之情 顺道还把胡适也给暴露了 汪精卫不但人长得帅 脑子也灵光 他自小就为父亲朗诵 王阳明和路由的著述和诗作 培养了一副好口才 清末科举未费 他就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秀才 此后又考取了 日本法政大学的公费留学生 他写的一首好文章 《精卫》这两个字 就是他的笔名 取自《精卫填海》的典故 起初的汪精卫 也是个热血的革命青年 在日本留学时 他就参与创建了同盟会 后来跟随孙中山奔赴南洋 向当地华人 宣扬爱国理念 寻求经济支援 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 南洋华人也因此产生了疑问 尤其是保皇党 讥讽他们是远距离革命家 批评他们进行的是 唆使别人送死 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做法 为了让众人 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他决心去刺杀溥仪的生父 当时的摄政王宰丰 去之前他便已做好了 不成功变成人的准备 结果当然也是失败被捕 在狱中等待被处决的时候 他写下了被逮口沾 慷慨歌艳势 从容做储求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 残驱腹结辉 清灵光不灭 夜夜照烟台 如果他当真因此被斩首 那么也许他可以在历史上 留下光辉的一幕 他的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也许就会同谭思同的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轮一般 成为彰显气节的名句 然而已经被清法庭判决 大逆不到 立即处斩的汪精卫 却在肃亲王 擅其负审时 免除了死刑 改为终身监禁 至于原因 有人说是因为 被他的气节打动 有人说是肃亲王支持立宪 有人说是为了收买人心 还有种说法是 汪精卫太帅了 肃亲王舍不得啥 不管原因为何吧 汪精卫匪夷所思地活了下来 而在第二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满清政府被推翻 汪精卫走出监牢 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 而在孙中山死后 他在和蒋介石 争夺最高领导权的过程中 逐渐背离了自己的初心 甚至在日本侵华后 成为了日本扶持建立的 伪国民政府主席 沦为了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想当初明知是一条死路 他却毅然决定 亲手刺杀满清的摄政王 以先学警示示人 那时的他说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而如今明知日本亡我之心 他却在日本扶持下 组建汪伟政权 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我不明白 当初那个决心 不负少年头的爱国青年 如何会成为后来的 那个大汉奸 或许他真的以为 以中国当时的国力 与日本对抗 无异于以卵及时 然而在家国大义面前 从来就容不得退缩 也从来都只能以卵及时 1944年11月10号 汪精卫病死在了日本 中国人最讲究的 就是落叶归根 而汪精卫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埋进梅花山 在他夫人陈碧君的安排下 汪伟政府在梅花山 为汪精卫选了一处风水宝地 并建造了一个 和中山林一模一样的陵墓 没想到 仅仅过了十个多月 抗日战争就胜利了 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 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 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 纷纷要求铲除 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 派和应钦扒掉此墓 命南京某部工兵营 用了150斤 德制TNT炸药炸开墓壳 随后尸体连通棺材 被运往清凉山火化 骨灰被丢弃于 路边的一个水坑里 汪精卫一生做了 大半辈子的汉奸 死后也没有得到安息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报应吧